來兄弟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軟件呢 就是呢 屏幕框選之後 能識別這個外譜遊戲的這個英文 因為我知道很多小夥伴 他想玩這個外譜遊戲 但是苦於這個英文能力沒有那麼強 來代馬哥這邊呢 就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先談到軟件操作 具體 他的速度能怎麼樣 我們翻譯這段那個陣路嘛對不對 好這遊戲內使用陷阱不獲公諸 來這個功能你會說 這個 某企鵝的 某QQ的 他是已經有這個解圖功能對不對 可是問題呢 用這個外 玩這個外譜遊戲的時候 你如果非常的頻繁使用這個 解圖 然後文字識別的功能 這個某QQ呢 他會 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然後 會導致 每把翻譯 或者是你用 這個 某微信的 下去翻譯的話 也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來代馬哥這個 推出一個軟件 具體的做法 就是這樣 非常的容易 好 我們來 看一下 怎麼下載這幾使用 這個方法也是非常的簡單 這個網址呢 我會貼在我們的視頻簡介下方 一樣非常的簡單 這個下載完之後有沒有 一樣這個軟件打開 這個管理員身分運行 然後有時候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把這個圖像識別庫 放在這個本地 我們已經 不搞那個企鵝那套了 企鵝那套就是把這個圖片 把它發送到他們的服務器裡面 再識別 然後再發送一個文字回來 你們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 這個企鵝 它把這個功能關閉了 你們要怎麼玩 或者是說你太頻繁的使用 像是有在玩外服遊戲 它能 它一天要翻譯一大堆東西 要識別一大堆 起而它不給你用 它沒有那麼笨 我們去等一下 那這個遊戲 叫做這個 烏鴉黎明 這個 也是一個45度的像素遊戲 好 我們目前呢 圖像識別 這個已經加載完成了 也是非常的容易 我們看到這個 加載數據中完成 代表已經成功了 然後又怎麼用呢 那個叫做 Windows鍵加這個Shift加S 這個是 這個微轉內建的截圖 比如說我們截圖 這個 一樣 它順便處理好了 使用陷阱捕獲 也就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我們來搞一個比較難的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 呃 技能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 一樣 Windows鍵加Shift加S Windows鍵加Shift加S 已經識別出來了 來這個奧數 賣衝啊 單個目標能力 立即是 好 這樣OK了吧 對不對 非常清楚了 然後遇到什麼問題呢 這個Windows鍵 這有可能小夥伴不太清楚 它那個就是 它有的在那個 ALT跟這個 Ctrl的中間 它這個鍵盤的廠商 經常把這個 鍵都放在這個中間 然後呢 還會遇到什麼問題 應該說我這個軟件 等於說 Win10跟Win11能用 Win7的話就沒辦法用這個功能了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 用這個Win7的 小夥伴 你會面臨就是 軟件越來越少 因為 現在有的軟件開發 它都不止有Win7的 好 具體又講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我做的好的部分 請各位小夥伴 給我一鍵三連 謝謝各位